喀什,位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,面积16。2万平方公里,大家习惯划分它为南疆。周边临近的国家有三个,吉尔吉斯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。许多人不清楚这里的安全状况,那就们跟随我的相机镜头看一看喀什老城的面貌来感受一下吧。 驱车在喀什市内去嘎尔古城的马路上,沿途只要前后随便一瞅,就可以看到维护治安的警车。立刚。都说不到喀什就不算到过新疆,不到嘎尔古城,就不算到过喀什。刚下车就发现,嘎尔古城南门口游人如知,大家在进大门的坡上,光看当地民俗表演,阵阵掌声不失传来。 古城是国家5A族景区,但一年四季免收门票,所以平时游客特别的多。一名脸贴国籍年轻汉族美女,在嘎尔古城内游玩。 喀什地区总人口约为400万人,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。 97%,全市主要民族有雷乌尔族、汉族、塔吉克族、回族、科尔克斯族、乌兹别克族、哈萨克族、俄罗斯族、达沃尔族、蒙古族、西伯族、曼族等31个民族。 在古城内几乎每隔几步就有一名高鼻梁、白肤色的治安人员,听说这里大部分的安保人员都是当地离族人。 当地群众热情好客,他们会在城内打着国旗欢迎外地游客。 下车后的游人成群的结队,56个民族的人们,从四面八方相聚在这里,他们各个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。 这么一个知名的地方,当然也少了外国游客,来这里最多的是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和日本人。 外国游客会三三两两地游逛,他们的翻译说,外国人根本没想到这里这么安全。 一名连防队员在街上悠闲地嗑着瓜子。 我在嘎尔古城撞了一天,我发现这里的安保人员虽然很多,但基本上是处于无视状态。 两名全副武装的保安人员,在五星红旗下巡逻。 据调查表明,凡是亲身到过新疆南疆喀什的人们都会觉得十分安全,相对我国西部以外的大城市来说,安全程度更高。 今日头条摄影大赛 at 炎志刚街拍中国。